哈喽大家好,今天买了38块钱的牛肉 准备用它和头豆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牛肉洗净后切成片,把肉片平铺在案板上 用一个小锤子或者擀面杖在肉的表面敲打一会儿 让阻汁松散一些,这样更容易入味 里面加热葱蛋、姜片、胡椒粉、药酒、适量的生抽 盐,再来点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 接下来来做米粉 热锅倒入大米,加入香叶、八角、桂皮 小火慢炒,把米粉炒至微黄的状态 把香料夹出来 放入干磨杯里面 把炒好的米打成米粉 去皮的头豆切成厚片 油热后下入头豆片 先把头豆煎一下 底部变得微黄色,放个面 把两面都煎成微黄色 取出来,均匀地铺在盘子里 现在肉已经腌制好了 把里面的葱蛋和姜片取出来 倒入打好的米粉 将它们搅拌均匀 让每一片牛肉都能裹上米粉 最后把牛肉均匀地铺在头豆上面 放入蒸锅 水开后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记得焖3分钟再开盖 放入切好的蒜末和红椒圈 再摆上点葱花 烧到冒烟的锅油浇在上面 把香味寄出来 咱们的蒸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牛肉外面裹着一层软糯的米粉 肉的口感鲜嫩有嚼劲 煎制过的头豆吃起来更香 而且蒸的过程中也吸收了浓浓的肉香味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谢谢大家